大家好,琪姐今天就来到这边,准备行山这个公园 走多进去就有河流的,要下楼梯,上楼梯 今天跟琪姐结伴同行就是我的同学 我们相识在学校,现在大家都到了退休生活的时候 好,我们稍不稍会见面,去聊聊天 我这位同学,他是日本人来的 他虽然都来了这边很多年很多年了 但是他也是保存很多日本女性的生活习惯 他有只狗狗,很有趣的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是约出来走山,他又带着一只狗狗 今天也都在走这个TRAIL的路上,又跟大家聊一下 其实就走山这一样东西,在温哥华,由春天到秋天都可以走的 如果不是说有落雪,那你可以经常出去一些大山 或者是一些有河流的地方去走 你看我的朋友很宝贝他的狗狗,他说地上很晒,晒得很热 他直接抱起他的狗狗,不让他落地走 今天我又想跟大家聊聊天 今天聊聊天的话题就是 如果命运让一个人要过Single的生活 那要以一个什么心态? 其实Single是说一个人目前的单身身份 有些人他可能离开家,出来独立生活,工作之后 那就抱着独身主义的 那他一直都不结婚,一直去生活到老 一样安排好自己的生活 有一些就是到了中老年的时候 因为那个婚姻走不下去了 就和丈夫分道扬镳了 由本身是某某人的太太的身份就转了 也都变成Single Woman 那还有些呢就是可能那个盘是离开了 pass away 那这些也是很无奈的一种命运的安排 其实说要过一些Single的生活 应该怎么过呢? 归根到底就是看那个人自己的心态 其实独立是会让一个人很坚强的 因为你就是知道自己没什么back up的了 你最大的back up就是你自己的坚强意志 可以应付你的日常生活 你的工作 甚至可能偶尔要面对健康上面的一些状况 那 除此之外呢 其实就没什么不同的 很多人就说 是否有子女这样晚年的生活就会是丰富多彩一点呢? 儿孙满堂 那看看怎么看 因为那些生云仔大了各有各的家庭 他们都有各各的生活 如果你说同一个城市都不是天天见的 除非你就真的在楼上楼下一起住 或者是住同一条街 如果不是呢 都不是说天天都见 还有上一代人的生活 和年轻那一代的生活 始终你会要有一方去配合 一方去融入接受 另一方是无条件的接受 他们年轻人的那种生活 如果不是呢 也都会是同一屋蟬下就有很多的问题出现的 融入包含很多相处的学问 融入就是你要接纳包容妥协 甚至是迁就 这些是一环扣一环的 就是大家都要好识做 也都要知道大家都要相就的 大家都知道了 你年轻的人比较好 他们的生活节奏是快一点的 他们要忙于工作 又有他们的社交生活 他们的小家庭才是刚刚开始 或者他们正进入了生儿育虑的那一个阶段 要take care 他们自己的小孩子 比较是知彩一些 或者安排那些日常 或者假期的活动多一些 这个是无疑的 一定是这样的 因为他们精力充沛的年轻一代 你说如果上了年纪的 可能很多时候你就算出去行山也好 出去旅行也好 但是这些都是希望有一些时间 给自己很安静的 很peaceful的那种生活环境 所以有时很多朋友就说 我就算是买了一部RV旅行房车也好 都不是说真是长期在那个房车里的 只不过可能真是想去一个地方玩 那你可能去半年 半年之后回来 休养生息一段时间 过一些真真正正的家居生活 又再出去 这样就比较是适合一点的 我现在的趁家老爷奶奶 他们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 好了 现在先走进去树林那里 由于这条片我已经上传了一次 我为什么要删除了 现在重新上传呢 就是这一段我有一个音乐 跟大家分享 Google就说 这个音乐就有copyright的问题 我现在就把它删除了那一段的音乐 现在我就会重新放上youtube 大家看过就不需要再看了 没看过就继续再看了 没有什么奇怪的 不然就是为什么这条片不见了呢 好了 继续分享我们的故事 我很喜欢走进山林里面的空气也好 环境也都四周好宁静 可能只有雀鸟的声音 虽然我住在都市里面 但是我真的有时是很想逃离那种环境 我喜欢进来这些这样的山里面 是去坐下走下 或者在那些椅子里看一会儿的书 我跟我这位朋友说 他也是一样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看到一本对自己的书 或者在网上看到一本我自己感兴趣的书 我们都会去网购也好 去书局买下来也好 我相信现在都很少人买书的 但是我觉得真的那些作者写一本书 完成一本书都很吐心力血 也都很长的时间去完成那本书 哪怕它只是一本中篇的书 也都需要很长时间去完成 或者是搜集一些资料 我就跟我这个朋友说 我说真的有时在家里 好像很宁静的环境 但是真的很少说 拿到一本书出来看完它 反而很多时候我在旅行的途中 或者出来行山的途中 或者去一些海岛 我反而可以看到那本书的三分一的篇章 都可以完成到 我就经常跟这位好朋友去谈论 我们以前也有一个读书会的 后来就散了 因为各自结婚 生儿育女 工作都很忙 慢慢慢慢就没办法再保留学生时代的那些兴趣 只是一种等待 经常就说等待 我们等待退休之后 我们再续当初的那种情怀 我这位好朋友 她是Single Woman 她也是某些原因 就变回Single Woman 她还没退休之前 她是一名Engineer 一位工程师 所以她对工作 对很多东西都很认真 是难得现在真的退休了 她就做到65岁退休了 虽然她不是太多时间 还没退休之前 但是我们也会常常聊聊天 日本人也有很多生活习惯 我们互相探访的时候 我都学到很多东西 因为我们的交谈只是用英文交谈 她又不懂中文 我又不懂日文 我们到了秋天 很多时候就开车进去山里 去採那些松涌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是一种野生菇类 菌类 叫做松涌 如果是一般松涌 你到秋天在温哥华买 就五六十元加指一磅 如果是漂亮的 一早採到那种 分分钟是刚刚採下来的那些 是上到一百或者一百二十元加指一磅 那我们很多时候 就是不是太过去采采这些菇类 你知道在山里面 真的不敢乱地采采这些菇 不采采那些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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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日本人呢 他们很厉害的 他们真的很懂得 是在山林里面 去采采这些菇类 虫菇 我们采采了 就立刻 就用一些湿纸巾 抹一抹 不洗的 一洗了 那些香味 整个口感都变了 我们就是用一些紙巾 即是脱房的紙 抹干净它 然后呢 就用那些陶瓷刀 我们不是用不锈钢刀 有那些陶瓷刀 就切开它 放到电饭煲 就拿来煮饭 那我这位朋友 很多时候 我们出来 就是会带一些日本的米 那些米真的很好吃 黏黏糯糯糯的 大家吃过日本米就知道了 或者港府人就麻麻 即是吃一餐半餐 贪得意 就喜欢吃施苗米的 很干爽 粒粒分明 但是日本人 对施苗米 就完全不感兴趣 他们吃的饭 真的要用筷子 去挑出来吃 就不可以说粒粒的 爬饭 就不行的 那我们很多时候 有时候 我们会去一些岸岸 那样 就坐在大石头 在那些树荫底下 一人咬一个苹果 拿一杯水 慢慢喝 各自打开自己的书来看 看完之后 大家再交流 有时就大家交换一些书去看 就是我们偶尔聚在一起的一些时光 说开一个Single Woman 看看你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 很多人就说 一个人生活 会不会很凄凉 会不会这样 是好像很孤清 会不会孤独中老 其实我一直都说 无论你身边有husband也好 有男朋友也好 有儿女也好 其实人有时真的要独处 独处是给自己一种心灵的洗滴 一种属于自己的时间 像我们做女性那样 我们很多重身份 是父母的女儿 亦都是mother-in-law的媳妇 是人家的妈咪 亦都是人家的太太 到现在呢 亦都是媳妇的奶奶 女婿的外母 那些孙的妈妈和外婆 你说的身份多少 真是肩负着这些身份 是很开心 是的 是值得很开心的 如果好像我这位朋友 他回归回自己的单身生活 他亦都把自己的生活 安排得井井有条 我就觉得他生活是很开心的 很快乐的 人有时要顺着命运去走 有些人就说 这边是单身了 那接着呢 又去找一个 有时不要去强求 那些东西是随缘 是吧 找到好的 或者就有一个盘 商叛到佬 如果找得不好的 真是很惨 经历这些事情 那这些就不需要卡姐说了 大家都知道 如果两个人贴错门神 不夹的话呢 就简直类斗类 其实卡姐身边 有一批single女士的朋友 有一些真是好懂生活的 住在海边的小屋那里 把自己的家里 打理得非常温暖 温兴 昌明基静 很多时候 真的我去探访的时候 我就会问 我是不是买一盏花过来 还是我买酒过来呢 你想我买什么过来呢 很多时候呢 他说不用了 卡姐你只买一瓶酒过来喝吧 你懂得选择的那些酒你买吧 我去到入到屋呢 原来他已经是买了一大粟的鲜花 插在这个花瓶那里 很漂亮 满室清香 很多时候 由于家人忙于他的工作 或者是有一些会议 就未必回家吃饭的时候 或者是去几天 或者去一个礼拜 我呢 就会被这些朋友 邀请去他们家里吃饭的了 就算有时是冬天 在冬天大家都知道 在Vancouver 就三点多四点钟左右 那天就开始暗的了 又下雨又冷 但是真的当我拿着一瓶酒 去到朋友家里打开门呢 很温馨 又跟我说炆了一些煲仔菜呀 或者是做了一些红烧肉呀 或者包了一些饺子呀 或者有一些不是中国裔的好朋友呢 或者他们做了鸡卷 叫做基库鸡卷 很多东欧呀 俄罗斯呀 那边的人呢 都喜欢做这一个菜式 这个菜式其实很容易做的 你把那些鸡胸肉片薄去 把它摊开 然后呢 就用一些牛油 拌了一些搓碎了的白咖喱 然后呢 就让回去 然后就用一些牛油 然后慢火 将那个鸡卷 煎到去金黄色 再拿进去烤炉 那它烤了出来呢 鸡卷那些牛油 已经是溶了 那就是连着那些白咖喱碎 那就连着鸡卷 是非常之好吃 有些呢 亦都可以让些火腿进去的 那就很好吃 甚至有一些是法瑞的朋友呢 他们做一些法国菜 是很开心的 所以我进去 真的可以一边吃东西 一边喝酒 一边讲我们的人生 讲我们的经历 讲我们在岁月里的所见所闻 我静静有时拿着酒杯 就看到我坐在我对面的朋友 我觉得它在面上流露出那种神采的美 流露出那种美 是来自于它内心很强大 很自信 整个家里 衣食住行 所有家里的开支 一个人 担起身 亦都住得 那个环境很漂亮 好像我现在和我一起行山 这位的日本同学 他的后花园种满果树 种满很多 有毛花果 有苹果 有李 有杏子 有很多果树 有养狗 有种花 还有他画画 他开始是画油画的 后来他就是做板画 板画就是用挑剋刀去做的画 这一样 卡姐就不懂了 只不过我真的很欣赏 我亦都知道 有一位台湾歌星 亦都很早就移居了去日本的 那位雍善玉 他亦都是一位板画家来的 真是看他雍善玉 嬌善玉 嬌善玉 想不到他 是一位很优秀 亦都是很出名的版画家 他现在的画是被日本的 艺术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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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瓶善玉 一位独立的女人是很漂亮的 漂亮不一定是面容上的漂亮 那种漂亮是散发出她的自信 很有台形的 一头触一举手 和去把自己的家搞到很舒服 定期也都去探那些小鸚仔 很多加拿大人 相信那些小鸚仔 都未必住同一个城市 即是他们的生活是安排到 妥妥当当 是很舒服的 所以就算命运安排 亦都重造Single Woman的时候 不需要彷徨 不需要慌张 其实这个是一个福气 上天安排 在生命旅程里面 再安排一种新的生活 去接受这种挑战 其实是一种福气 今天我们走这座山 我就没有拍光 刚刚在山上 走下下面的河谷 下就很容易 上回去就要慢慢上了 看回到山脚那里 是很远的 下面就有河流 那些河水 很窜级的 很多人 很厉害 就落到一些岩石下面 去钓鱼 钓了很大条 三文鱼 那些三文鱼 就是野生三文鱼 不过呢 就比较危险 在那些石那里很滑的 也都要用拉臣的 去钓这些鱼 那些丛林里面 一路走一路聊 是很开心的 今天这个狗狗也都很乖 他这狗狗真是很乖 很懂人性 他坐在那里 或者是他站在那里 就很多人吸引了过来 特别的小蚊仔 是喜欢他 他喜欢到不得了的 他又给你去摸的 很nice的 他很喜欢小蚊仔 这只狗狗 有些小蚊仔过来 他就站定定 给你去摸一下他 好有趣 好抵石 所以我个朋友 他是在 COVID开始的时候 他就 養了这个狗狗 这个狗狗 他是批打的 就是在BIDA那里批打 因为他是 纯血统的 他就 真是当这个狗狗是宝贝的了 我说你以前 当小蚊仔是宝贝 但现在小蚊仔大 你现在就 又有一个宝贝了 他经常都跟我说 你养一只狗狗啦 他很开心的 他很懂你的 是一个盘 真是爱不释手啊 他以前就没有养狗的 以前就只是在画画的 手伤了之后 他就开始 减少了画画 他就 养了这只狗狗 整天都叫我 push我 去养一只狗狗 我说 这只狗狗狗 现在其实 其实狗狗 并不清闲 等到我 真的 心安定 那时候 我都觉得 应该是 养一只狗狗 不过 就是 狗狗 它毕竟 寿命是 比人短的 是吧 如果它陪了你 十几年 一旦 它要走的时候 我说 我真的抽离不了 自己的心 是很痛很痛的那只 它说 是啊 你预计到 就要 买一个新的狗狗 回来 去做一个替代的了 如果不是 真的抽离不了 好心好心的感情 它感觉到你的喜怒哀乐 你开心 你悲伤 或者你不舒服 我跟我这位朋友说 狗狗 它也很开心 有时 它也拿很多 关于养狗的书 给我看 它就一直都push我 养啦 养啦 我说可以了 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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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养一只狗狗了 其实 人的生活 就是 随遇如安 如果 一早 我已经选择了 我 single了 这样 可能 他就很享受那种生活 他不会去领略 你所说的那些 婚姻 儿女 但是 当一个人 他也都经历了婚姻 也都经历了生儿育女 又回复回单身的时候 那是一个新的旅程来的 人生 其实都是一个旅程来的 是吧 也是一种新的体验 不要觉得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呢 不要问 为什么 这个是上天给你的一个尝试 是很幸福的事 其实呢 真的 人是最开心的 是什么 自由啊 自由万岁 真的 真的 一个人如果是很自由 的时候 你是 有一种 无忧无虑的感觉 是真的觉得 自主式的可以去生活 可以过你的人生 岁月 那种的感觉 是很难能可贵的 所以 卡姐在这里 和我朋友一起 我又跟大家分享 我们一路走一路谈的话题 就是说 Single的生活 如何呢 开不开心呢 自己可不可以 担起自己的 照顾自己的生活呢 其实真的 好看那个心态 人人都行的 不需要害怕 选用一种 什么的生活方式 是很个人的 也不需要说 很难于啟齿 因为我一个因 不会的 这个世界 身边 没有了任何人 都可以活下去 这个就是 生存之道 这个就是 好看个人 如何去想 自己的处境 所以 人生 无论我们 处于什么的处境 都好 我们面对的 就是要 聆听我们 心灵上面 心声 很多事情 就算自己觉得 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 但是 有时候 我们力不从心 或者我们 环境不允许 有些事情要改变 必须改变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去接受 亦都是去尝试另一种的生活方式 这件事 亦都是对得住自己 是吧 其实 自由这件事 真是很重要 我亦都很感激我 家人 他亦都给了很大的自由度 我 我喜欢去旅行 我喜欢做很多自己个人的东西 以前我亦都是 我喜欢画水彩画 这样 是铺到一桌都是那些画纸 从来都是 只有 support我 鼓励我 就不会说 说任何的说话 我这个同学 十多岁 他就移民 来到加拿大 但是 他有很多的记忆 就是关于 日本那些 鱼市场 那些鱼船靠岸的时候 有很多鱼获 他们那些街坊伦理 就是他妈妈那一辈 就去买鱼 回来做饭团 做寿司饭 我又跟他说 其实我也有记忆 我就是记忆之中的街市 以前那些 宿货市场的街市 好像香港那些 卖芽菜 卖猪肉 卖粉面 那个街市 是塞粒粒的 那些鱼就一盆盆 那样 特别挨鞋的时候 就很多家庭主婦 拿着个菜籃去买 以前真的很环保 拿些藤籃 有些 婆婆 他们又穿那些香云沙的唐装衫 夹条手跟仔 还有些马姐 斩猪肉的阿叔 就穿着些荷包裤 还有人穿木剧的 就在这里斩 斩到磅磅 还有你买鱼呢 他就是用些水草 穿着那个鱼眼 你去买豆腐呢 他也是给你一张纸 托着那块豆腐的 你买的豆腐泡 是刚刚炸起的 也是用水草 好像串的那些株链 串起身 同时代成长的人 一起去行山 聊天 都是很多的回忆 这些回忆都是很珍贵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下期再见